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4年6月17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让让了很久的乌克兰和瑞士联合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终于是落下了帷幕 那么这个和平大会还发布了联合公告 那么我们从它的内容来看 这个大会对于泽连斯基来说真是开了一个寂寞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各个媒体的报道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泽连斯基的铁杆盟友 也是最大的支持者 美国的猴舌 美国之音他如何报道的 美国之音在报道这一次峰会的时候 发表了一个总结性的报道文章 分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说全家福至关重要 这次峰会参加的国家和组织不可谓不多 它这个全家福就指那张照片大家的合影 说多达92个国家8个国际组织 其中包括57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 出席了这次的峰会啊多于瑞士上个星期公布的确认与会的数量 说此外呢还有来自印度啊南非啊沙特阿拉伯啊等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 先前曾表示不会参会的巴西也派出了观察员 会议的代表性远远超出了西方国家及其盟国的范围啊 他们就认为呢 哎这次峰会的召开是非常成功的啊 你看来了这么多的国家 号称是100个国家啊 那么其中呢 还有57个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啊 觉得是特别成功啊 那张大合影上面呢 那人呢就一个多啊 那么成功不成功啊 就是从这个人数来看嘛 这么多人说明了什么呀 对不对 到底说明了什么 我们要看啊 这些人来参加这个峰会啊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他们的行动是什么 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对吧 那美国之音啊 他第二项内容啊 他也不得不承认啊 他第二项内容的标题呢 就是峰会实际成果有限 还打了一个问号啊 就表明了说呢 他们是很不愿意承认 这次峰会的实际成效非常有限 这个帖的事实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非常不情愿啊 积极的要为这个乌克兰 站台的这个美国之音啊 他是如何面对现实的啊 他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呢 说虽然啊 有80个与会国在最后公报当中 发出了不以武力 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的呼吁 但是公报并没有直接谴责 甚至提及俄罗斯入侵 也没有要求俄罗斯撤军 或者呼吁加强对乌克兰援助 公报以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 来形容这场战争啊 从这点话呢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啊 泽连斯基他的这个梦想呢 没有得到实现 然后还说呢 即便如此啊 一些重要的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 没有在这份 可能会被认为是措辞相当温和的文件上签字啊 其中呢 就包括印度 南非 巴西 墨西哥 沙特阿拉伯等等 这些国家啊 那么这个声明哈 即便他用词是相当的吻合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提出来的那条十项建议哈 这里面只给他体现了三条 而且呢 措辞跟他那措辞都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必要来回忆一下啊 泽连斯基所提出来的这十条 都包括什么啊 泽连斯基这十条提议呢 实际上是在2022年啊 俄乌冲突的初期第一年啊 就提出来了 他提出来十条提议呢 是第一 确保核与辐射安全 第二条是确保粮食安全 第三条是确保能源安全 第四条是释放所有的被俘人员 让被驱逐者回家 第五条落实联合国宪章 并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世界秩序 第六条是俄方撤军并停止敌对行动 第七条是重建正义 第八条是反对生态灭绝 第九条是防止事态升级 第十条是宣布战争结束 这里面呢 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关于停止俄乌冲突这件事情的 而且停止俄乌冲突呢 它的要求也不现实啊 那么另外的一些呢 是一些国际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啊 比如说这个核不扩散呀 核辐射安全呀 这些呀都是国际上所关心的 然后就是确保粮食安全啊 还有确保能源安全呀 释放战俘啊 安置平民啊 还有这个领土完整的这个问题呀 世界秩序的问题呀 这些说实在的都对啊 都对 但是呢乌克兰他提出来啊 而且作为他召开这个和平会议的 基本上是十个定调啊 这里面就夹杂了他的自私性了 他所说的确保这个核安全啊 就是啊俄罗斯不能使用核武器 绝对不能使用核武器啊 就好像中国在世界上啊 虽然说主张不使用核武器 确保核安全啊 但是中国也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核武器啊 因为啊他有一些人 有一些国家啊 他就是疯狂的啊 他是疯狂的 对于疯狂的人 有的时候呢 你不可能用君子的办法来制止他的时候呢 那有的时候呢 就跟那熊孩子似的啊 你给他讲道理怎么都讲不通 打屁股就是必然的了 对不对 这个保留使用核武器啊 就相当于对熊孩子保留打屁股 然后呢 这个确保粮食安全啊 他的目的啊 他也不是真心的说确保这个全球粮食安全 他尤其提出来啊 确保亚洲和非洲的粮食安全啊 实际上他是确保什么安全啊 确保他这个乌克兰这里的粮食呢 能够运出来 他是这个目的啊 再又是呢 他说第五条啊 落实联合国宪章 并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世界秩序啊 他这里面就夹打着思惑了啊 在这条里面 他提到联合国宪章和世界秩序啊 他的目的不是提联合国宪章和世界秩序啊 他的目的呢 是用这两条来保证 他乌克兰的领土的完整 他是这么一个目的啊 那么其他的赤裸裸的 比如俄方撤军啊 并停止敌对行动啊 这些就更不用说了 这纯粹是为了他自己啊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表示 不参加这个和平会议的时候呢 这个泽连斯基在县格里拉会议上 跟疯了似的啊 就攻击中国啊 说中国呀 就是以他一个大国的地位啊 来带头不参加这个和平会议啊 为这个俄罗斯保驾护航啊 实际上呢 已经沦为了俄罗斯的一个工具啊 真是你们的耻辱啊 非常强硬 非常的敌对啊 对中国 尽管中国而说呢 我不参加你这个会议啊 是因为全球像类似于这样的会议 实在是太多了啊 而且呢 你这个和平会议啊 你要是想达到俄乌停火的话 那你不让这个当事国俄罗斯参加 你能达成这个目的吗 你的目的不就是拉拢越来越多的人 站到你这个队伍里面 然后来孤立这个俄罗斯吗 你不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吗 我作为一个泱泱大国 对吧 我还能看不透你这个小九九 我还能上了你这个当 我还算什么泱泱大国啊 对不对 更何况要解决你俄乌通促这个事情 中国呢 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来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建议啊 就包括这次瑞士啊 牵头来组织的这个会议啊 你乌克兰为什么要绑着这个瑞士 你不就是拉着这个瑞士啊 他在历史上这种中立国的这种地位 对不对 在世界上还有一定的影响 让他来牵头 让大家来参加这个 你要是说那个什么的话 你就搞你这个实现你乌方的十条提议的话 你怎么不在你基辅来召开啊 对不对 你在基辅召开呗 你不 你自己你不行啊 你就拉着这个瑞士 拉着虎皮当大旗嘛 你不就是这样吗 对不对 你就想让中国来参加进来啊 又拉到中国这个大虎皮啊 这个大虎皮可比瑞士那大虎皮大多了啊 就在这种情况下啊 瑞士在筹备这个会议的时候呢 也多次和中国进行协商啊 邀请中国来参加 那中国呢 对瑞士也提出来了好多的这个建议啊 那么瑞士当时啊 我想他也是迫于压力啊 他实现不了 中国给他提出来的其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你应该邀请这个当事国俄罗斯来参加啊 对吧 你不邀请他来参加 你怎么能实现呢 但是瑞士没有听啊 瑞士为什么不听 这很显然呢 第一呢 就是乌克兰不同意啊 第二就是美国不同意啊 对不对 因为是这些啊 所以呢 就不邀请这个俄罗斯啊 那么中国也不是说 不为这个俄乌冲突 做出努力啊 那就在前不久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啊 访问巴西的时候呢 还和巴西达成了一个六点共识啊 中国一直都强调这个六点共识啊 号召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啊 如果你认同的话呢 那么你就在这个六点共识上面背书啊 现在已经有五十多个国家啊 在这个六点共识上面已经背书了呀 中国就强调降温三云泽啊 就是战场不外业 战事不升级 各方不拱火 最重要就是美国和欧洲 不停的拱火 你这战争能停吗 他说不可能停的啊 你还假信心召开这么一个峰会 对不对 这个和平峰会 你就是为了孤立俄罗斯的嘛 那么我们再继续再看啊 这和平峰会 他达成他的目的了吗 然后你搞了一个这个联合公报啊 联合公报里面呢 泽连斯基这十条 然后就引用了三条 这三条哈可都是全世界所追求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对不对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那些个金砖国家 或者是对金砖有兴趣 心向金砖的国家 和这些个亚非拉的国家 都没有在这上面签字啊 这说明啥呀 对不对 大家是心向和平 但是不一定心向你啊 明白吗 然后呢 美国之音又说了 现实是什么呀 现实很残酷啊 现实是啊 除了欧洲以外 几乎没有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出席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也没出席呀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也没有出席呀 那么美国的一个著名智库啊 叫夏威夷太平洋论坛 非常助研究员叫文盈啊 那么美国之音就引用他的话说 不仅是中国和俄罗斯啊 还有乌克兰最坚定的盟友 美国总统拜登的明显缺席 是这次峰会在很大程度上 未能实现其目标啊 就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啊 他就露了一个面啊 去了一看 哎呀 没什么重要人物 牛脸就回去了 知道吗 那文盈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 电子邮件当中说啊 尽管有人可能会称赞其象征意义啊 显示了乌克兰在国际上的重要性 但是对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来说 这次峰会并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 他的十点和平计划在草案公报中 被大幅的学见 只讨论了包括核安全 粮食安全 以及战俘和平民安置问题 在内的三下内容啊 那么这个文盈还指出来说啊 说最近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当中 右翼的胜利以及加沙战争这两件事啊 对于目前乌克兰危机的国际反应 也至关重要 右翼正能大多数啊 都是反对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援助的 而马来西亚呀 印尼呀 巴西呀 和南非呀 等等 对美国支持以色列也颇有威慈啊 美国之音还引用了这个 乌克兰奥德萨国立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弗拉基米尔杜伯维克指出啊 峰会远不能改变乌克兰战争啊 他说唯一能影响战争的 是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包括武器和人道主义援助 奥德萨大学的这位教授 给美国之音的邮件当中说啊 援助将使乌克兰有机会改善战场 并最终有更好的机会实现真正公平的和平 那这是乌克兰认识啊 乌克兰就是这么认识 他认为这和平啊 就是压制住俄罗斯 就不能从根本上来认识这个问题啊 根本的认识的问题呢 就是他已经沦为了美国的工具啊 美国不断的拱火啊 如果说这场战争啊 就是美国在乌克兰 能不能加入北约这个问题上呢 不断的给他画饼啊 掉他胃口而造成的 那么美国最近 他又进一步的掉他胃口 我们就知道在这一次的G7峰会上啊 又邀请了泽连斯基来参加 并且呢 泽连斯基来了以后呢 G7的这些国家啊 美国首当其冲 就和乌克兰又签了一个十年的安保协议 那么日本也和乌克兰签了这个十年的安保协议 在这种前提之下 你想想这个乌克兰啊 他能够真心的和俄罗斯进行谈判吗 如果说他脑子里面老是抱有那个幻想啊 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么这个战争能够停止吗 那么自从欧洲议会这次的选举结果之后啊 就显示这个世界上极右翼的政治团体就在抬头 马克龙呢宣布了啊 解散法国议会重新选举啊 但是呢 他这个行为我真的是特别的不理解啊 你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重新选举的话 只能是说让极右翼在法国国会里面的占比比以前更多 他不会更少啊 马克龙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真的是不明白啊 果然就是这样 你现在看看啊 法国的趋势 对吧 现在极右翼的这个政党呢 就跃跃欲试了 勒庞呢 已经发布了说呢 他已经做好准备来领导这个法国议会了 因为他们会取得多数啊 那么根据法国的民意调查啊 他极右翼的民意啊 已经超过了半数 而马克龙所在的这个左翼呢 他的民意只占到百分之十啊 你想这一次呢 他肯定是输定了呀 那他极右翼政党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领袖啊 已经做好准备了 要出任法国的总理啊 说呢 他要是出任法国总理的话呢 他绝对不会沦为马克龙的助理啊 而是呢 和马克龙唱反样 那么美国现在也在面临大选 对吧 那么在这个拜登啊 所在的民主党啊 对川普就这样打压的一个情况下 要把他送入监狱了 但是呢 这个川普啊 仍然信心满满啊 现在呢 好像他胜券在握啊 昨天的时候他又说了 他说呢 像乌克兰这样的吸血鬼啊 如果他上台的话 马上就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啊 他说呢 泽雷斯基啊 已经不是一个总统了 他就是一个商人呢 他每次到我们美国来啊 来走一圈 都带走我们600亿美元的资金啊 他要把我们美国给掏空了 说我要当选了以后呢 马上就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也许这个俄乌冲突的停止啊 就从川普重新执政开始啊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